4月1日起,政府將會推行為期六個月的村屋僭建物申報計劃 屋主必須在期限內申報僭建物的資料 並每五年一次安排合資格人士檢驗 和向屋宇署提交安全證明書 林鄭月娥早前曾經表示,預期執法難度高 如果有不合理的反抗,會請警方協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